各位亲爱的洛杉矶国语经线会的家人 Glandora 分堂的弟兄姊妹 各位组内的肢体 愿你们平安 美国的疫情每天在宣文中 加州洛杉矶大地区的情况也日趋严峻 愿主保守我们众人身心灵的健康 请大家务必要遵照政府的居家令 没有必要的话 千万不要外出 年长的弟兄姊妹们 假如有特别的需要 随时可以与家务同工来联络 你可以打电话626-692-5751 我们会马上与你联络提供援助 如果有带导的事项 也请大家随时来与我们分享 我们愿意与大家一同来度过这一段艰难的日子 感谢主的保守 教会星期三晚上七点 以及星期四晚上八点 线上的祷告会 以及还有在主日早上 透过物联网播放的 网上崇拜都在进行当中 详情可以到教会的网页 www.mbcla.org 来查看 假如你还没有机会参加的话 鼓励你使用这不同的平台 与肢体们一同的来敬拜 亲近神一同的唱诗赞美 一同的来聆听神的话 一同为这一场的瘟疫 这一场的疫情来祷告 这一场瘟疫让我们认识到 人是何等的脆弱 何等的无能 知道我们是何等的需要神 让我们学会不看环境 单单的注目 仰望神 让我们不恐慌 不惧怕 更多坚定的信靠 主说 不要怕 只要信 这一场的瘟疫 让我们加倍珍惜 在主里面肢体的生活 互相更多的来关心 更多的来扶持 常常纪念在我们当中 软弱有需要的 主的爱要激励我们 更多的用行动彼此切实的来相爱 我们要更多的祷告 为执政掌权的祷告 为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祷告 为那些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来祷告 也特别为那些在重灾区的宣教士 以及他们的家人来祷告 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祷告 这一场的瘟疫 逼使我们对生命当中 什么是真正重要 以及不重要的 重新来评估 让我们按照圣经真理的教导 对人生的价值观 也按照上帝的心意 重新的来调整 亲爱的弟兄姊妹 新冠肺炎的病毒 有一天会过去的 然而 罪的病毒 却仍旧会使我们无法 活出生命真正的意义 失去永恒的盼望 感谢神 他的独生子耶稣 已经为我们的罪恶过犯 钉在十字架上 他的死 他的复活 要赐给每一位 相信耶稣 接受他成为个人救主 以及生命的主的人 有那荣耀永恒的盼望 请你赶快接受耶稣 相信他 他要赐给你 在这狂风暴雨的日子里面 有真正的平安与喜乐 愿赐平安的主 亲自随时随地 赐平安给你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平安的主